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九阶组件我已经存了120个 终于可以来核配件了 这可是我打三个多月的副本 才勉强筹够这120个组件 很多人都说核心有配件 最好就是放两个这样机率大点 咱们买个墙口来搏一搏 第一次玩明日嘛 这种鬼话都险 两个墙口不是炸就是歪 只有极低的概率才会成 试一下大不了损失140万 上次我连炸四肢狼配件 这是有很大机率成功 你真是不见关才不落泪 等一下别跑去厕所哭鼻子了 兄弟们给点祝福 华为我出个墙口 实在不行狼枪头也不错 只要不炸来哪个都好 都说了吧 不是炸就是歪 轻表妹不信偏偏要信别人 哎,只想救回来一个 算了,这是直接忙了 直接忙更加没希望 肯定是狐狭配件 啥都不用啥 可恶呀,白白损失了140万金条 你继续给我炸我配件多 磁心我是肯定不会再放了 你这是做地白烂了呀 还好,总算是乘一次 再不乘我就要问候小城了 不定了,咱们直接合 这磁心就是来骗我太阳的 爷,这也行 不放磁心 成功率反而高了 每次放磁心基本都炸 这小城就是看我们人撒钱多 想多骗一点太阳 这次电一下 炸炸炸 可以,这样才对嘛 金香就没希望了 咱们来合金甲 可以呀 再慢慢变好了 没准正给你弄个金甲 都怪这磁心 这狗东西总坑我 以后再放磁心 我就是狗 这次应该会成 咱们放个卧饼 30万金条 蚊子再小也是肉 你这种人哪 都还没开始合 就已经开始做起白日梦了 炸了也好 这次钢票大的 两个酒间苗具加挂碎 这次应该会给我苗具吧 不行,还是不稳妥 加上个磁心捣一手 刚刚谁说的 加磁心就是狗 可以,全抢就回来了 还有我放了磁心 要不然亏大了 那根小银 就是想骗你磁心的 你咋一上头 智商就变负数了 唉,这也太难了 算了,不敢再合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